好了,這次的影片會長一點,我們會多講一點關於Transformation of Graph 我會首先用一個Pathshaver的圖文的文化去解釋一下Transformation的部分 上次的一段影片就講了Transformation,但專講Trickle Function,Cycle-Side那類的問題 這次就講一下另一種Transformation of Function的文化 好了,就開始了,我們用一條Pathshaver MC題目 其實它就給你一幅圖,然後問你以下哪一幅圖是Transformation做了之後的圖 問題是問什麼不重要的,我繼續延伸下去討論 看這幅圖,有一堆資訊要留意的,其實我已經在上面抹下了 看這幅圖,應該是一個Transformation之類的 有幾樣東西可以看到,第一是F-12和F-4都等於0 因為當X是-12和X是4,Y是0,另外當X是0,Y是10 這三個資訊是很重要的 因為很多時候做Transformation,判練這幅圖的時候 其實都會用同一個方法去考慮 例如問你F2x是多少 我們現在的Transformation,我們要記住 就是我現在在說A,F,B,X才算 這種Transformation,我們說裡面的B是扭著X 就是打橫的Transformation 如果你是前面沒有扭著X的話 這個是一個打直的Transformation 即是上下的Transformation 這個是左右的Transformation 所以如果我問你,例如F2x和F2x 你就會知道,這個是一個橫向的Transformation 而我們也留意到,當X等於-6的時候 F乘2乘6就是F-12 然後F乘2乘2就是F4 亦同樣地,F2乘0仍然等於F0 即是代表什麼呢? 即是現在的X的Transformation 就變成了應該是-6和2 然後當X是0的時候 仍然是F0,仍然是10 即是在圖像上來說 你的圖現在就變成了樣子 應該就是這樣了 仍然是10 但是這個就變成-6 這個就變成2 這也是DSE很常的文化 好了,如果變成了1分之1的話 很明顯地,現在我就快做了 那F2分之1乘2-24 就是F-12 然後F2分之1乘8 就是F4 同樣地,F2分之1乘0 都是F0 即是當你是F2分之1X的時候 你仍然都是F0 當X是0的時候 你的Y仍然是等於10 然後當X是-24和8的時候 就是X認識 所以這幅圖就變成了這樣 應該就是-24和8 好,然後再下去 到2Fx和2分之1Fx的時候 你會留意到一件事 就是當X如果現在 仍然是代12下去的時候 仍然是代12 仍然代4下去這個位置的時候 因為F-12是0 F4也是0 你再乘2,再乘2分之1都是0 所以你想像到兩幅圖 其實那個X認識的位置是不變的 變成什麼呢? 就是變Y認識的部分 就是當X是0的時候 那那個Y角度 一個就是10變20 一個乘2分之1就是10變5 所以那兩幅圖 應該分別就會是 維持都是- 這個就會變成20 這個也會維持在-12 這個也會維持在-12 這個也會維持在4的部分 另外,另一幅圖 剛才也說過 另一幅圖應該是低一點的 大概是這個樣子 這個位置應該大概是5 對,就是這樣做 其實我想說些什麼呢? 做一個很簡單的總結 就是我們剛才也提及過 我們做Transformation 我們是有分打橫打直的 如果你是一個打橫的Transformation 即是你會碰到X會有改變 這個是打橫Transformation 那代表什麼呢? 就是打動的東西是不動的 所以你看到我們打動Y認識是不動的 同樣道理 如果你是一個沒有等著X 所以你是一個打直上下的Transformation 那單是動的就是動上下的位置 你會看到左右是不動的 那這個就是一個很簡單的總結 那再落 看看一個複雜一點的例子 那麼F等於2f是2分之1X 那其實你要留意一下 這方面用一個很簡單的概念 剛才都提及過 如果你是F2分之1X的時候 這個是一個打橫的Transformation 他會令到你-12的數字變成-24 然後他會令到你4的數字 X的數字變成8 因為是1分之2 那同樣地 前面這個2是一個打直的轉換 它會令到你的數值當x是0的時候 它會由y等於10變成x是0的時候 它會變成y等於20 然後打橫是不變的 將兩件事加在一起的話 其實我們要畫這幅圖是可以很簡單地畫到的 就是應該那個y intercept就變成了20 然後那個x intercept就變成了-24和8 就是這麼簡單 因為以往的x詢問通常是打橫打直的事項是一樣的 其實兩樣一起問的話其實的概念是一樣的 這個就要留意了 好,再來就講一下reflection的問題 我們亦都用回同一幅圖去講 我們第一件事就講y就是-fx 記住如果它前面是不扣直的x 這個是一個打直的轉換來的 上下轉換來的 這個是一個橫的轉換來的 左右的轉換來的 負就代表reflect照鏡 要不就是上下照鏡 要不就是左右照鏡 要不就是左右照鏡 所以第一的情況就是 如果是y的-fx的話 這個是上下照鏡的情況 我們說因為你轉換來的轉換來的 打橫是打動轉換來的 打橫是不變的 所以我們會想像到這幅圖 在這幅圖的圖上 它的x應該是-12和4 但是y應該會由10變成-10 那整幅圖也會上下倒轉 照鏡照下來 就是這個樣子 應該是-10 如果是橫的話 同樣地 打橫的話對打動是沒有影響的 沒有影響的原因是 就是因為我們剛才做過 就是f0是等於10 那當x是0的時候 負0也是0 所以f負0也是10 所以這幅圖 如果畫的時候 它的y-intercept 都仍然應該是等於10 但是另一邊 你那兩個x-intercept 就因為成了負 所以應該分別變成了負4 就是-4 -4 和正12 就是這麼簡單 第三個情況 如果你是-f-x 即是打橫打動 都做一個照鏡reflection 那怎麼辦呢 剛才所說的 打橫打直是分開做 分開做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做一個打直的transformation 打直的話 你的y-intercept就會變成負10 你做一個打橫的reflection 你的y-intercept 你的x-intercept就會變成負4 和12 兩件事加起來 就會令到你的x-intercept 變成負4 和12 然後y-intercept 變成負10 那幅圖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這樣 再做多一點例子 如果你現在變成 y-2fx 那怎麼辦呢 -2fx 即是打動的transformation 即是幅圖會上下倒轉 但是x是整個位置不變的 照樣是-12和4 而且你乘2的時候 就會當x是0的時候 本身是f0等於10 現在f0再乘10 再乘2就是-20 所以幅圖 就應該是這個位置 -20 這兩個位置 是-12和-4 然後再下 如果f-2x 即是打橫的transformation 打橫的照鏡 再乘2的時候 那兩個intercept 就應該變成什麼呢 就應該變成 然後變成 本身是 f-4 是0 現在變成f-2 然後變成f-2 是0 f-12是0 變成f-6是0 那就是 應該是6和這個-2 然後y-2 位置也在10 再做一個幅圖 類似的樣子 那這個呢 這個呢 負2 這個呢 就是6 然後這個位置 照樣都是10 那再說一個transformation 那繼續 然後說translation 這部分呢 就比較簡單一點 那我們說 fx加2 那也是一個 我們x沒有動過的 那這個是一個打直的 上下的transformation 上下的transformation 那加2呢 就是整個移動了 兩格 那大約的情況 就變成了 是類似這樣 那樣子 那樣子 那然後呢 現在呢 當你x是 這裡 當你 是2和4的時候呢 這次呢 這個數值呢 這個應該是 等於2來的 然後這個y 應該就變成了12 那這就是移動了兩格的22 那另外 如果你fx加2 的話 fx加2 那整幅圖 左加右減 這是一個左右transformation 那這個是左加右減 那就是左加右減 那就是本身你是向左移動兩格 本身你f-12是0 f-4是0 那移動了兩格應該變成f-14和f-2 然後呢 然後記住那個 形狀是不變的 那就是移動了兩格 大概是這樣的樣子 沒有畫得 好了 這應該是2 這個呢就是-14 那第一樣東西呢 就是當你 y-10 的時候呢 那現在應該變成 移動了兩格 那這個數 這個位置呢 就應該等於-2 那就是這樣了 那我們繼續下去討論 那我們的最後一種 最複雜的一種情況 就是如果你做這個 Horizontal 或者Vritical Stretch 再加上Translation 同時的話呢 要怎樣處理 那有四種情況 那我再做一個說 那頭兩種比較簡單 那第一種就是 Wider 2 fx加4 那兩個呢 都是一個打動的 transformation 那一個就是向上 Stretch by f-2 那一個就是向上 推四格 那這種沒有問題的 那這個呢 Stretch vertical Long wire access 就by a factor of 2 然後呢 向上呢 就是4 units 那這沒問題的 次序方面呢 你都很明顯地知道呢 你首先一定是做了 gx 等於f 等於兩個fx 然後呢 hx 就等於gx 再加4 即其實你知道 這個次序上面呢 你一定是stretch along y access先的 然後呢 再向上 動四格 那這就是第一個情況 第二個情況 那一個打橫 一個打直 那其實打橫打直 都是分開處理的 那這個情況呢 你都知道 就是我們是 我們是 compress along x access 那這個 成二 就是縮小了 按變了 bifactor bifactor of 這個 優化2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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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呢 然後呢 這個次序也很明顯地呢 第一個步驟呢 就首先一定是做了 打橫先 就是 移動了兩個units 移動了 Compressor bifactor 二分之一 然後呢 第二個步驟呢 我們再 將它 呢 就向上 移動四格的 那這個問題不大 第三種呢 那也是 一個打橫打直的一個 transformation 那這個就是 我們這次就是 stretch radically 就是stretch along y access bifactor 同時也是向 右呢 左左右 向左移動四格的 那這個呢 就要留意了 那這個情況呢 其實呢 這個次序呢 就反而不太重要 就是說你可以第一個步驟呢 是做了 gx 等於f x加4 然後 第二個步驟hx 就是兩個 gx 這樣就可以做了 又或者呢 其實第二個情況呢 就是我們首先呢 是做了 兩個fx 然後呢 讓我們重點 然後呢 去 Beauchy 將複圖去 動四格 那其實這個情況下呢 次序就不太重要的 上面上 Napoleon 要跟你說明 سto 當然了 先做1 先做2 這次就不同了,我們現在有兩個步驟,我們其實是做了stretch along y axis by a factor of 2,然後左加右減向左,就是四個 units 這個情況,我們說次序就不重要,你可以調轉自己也可以,但是上面的兩個個案,基本上次序就不能改變 這個情況,為什麼可以次序調轉呢?就是因為兩個都是乘,兩個都是乘的話,那次序就可以調轉 但是這個不同,我們這個是有先乘除後加減的,所以這個分別就是為什麼我們說兩隻有次序之分,有時沒有 那就是有少少關這個先乘除後加減的事 好了,但是最後一個個案就是打顆星,打顆星很明顯地,這個個案就不會太簡單,稍後會花長時間說 但是你按照字面看,就是f2x加4,你看到兩個都是打橫的transformation 打橫的transformation,乘以2就是打橫compress by a factor of 1 然後呢,也會向左加減,這樣會向左四格,那有人就會問,那這個是不是就是 compress along xs by a factor of 1 然後就是向左四個unit呢? 這個是一個很正常的疑問,按照字面看畫是這樣的 那我們實際上是怎樣呢?我們用一個例子去解釋一下,那就是下一個slide 好了,下一個slide我就去解釋一下y等於f2x加4一個具體上的實踐 那我就,例如我作了一個擴張力功能,叫做x-2x-8 如果轉為vertex form,就是x-5的2次-9 轉為vertex form,就方便我們去看一些位置怎麼動的 那我們這個情況就留意到幾件事 就是,它的x intercept就是2和8,然後當y intercept就是16 然後vertex就是當x是5,然後y就是-9 好了,現在f2x是什麼呢? 那如果我計算f2x的時候,我用algebra的方法計 也要再抽了4出來,就變成了vertex form 那vertex就是這塊 其實是一個合理的,因為現在的問題就是這個打橫的transformation 所以y intercept不動 然後compressed by factor of 1分之1 所以這個數字就是1和4 因為分別成2,1乘2就是2,4乘2就是8 所以位置就是這個部分 然後vertex就是,那vertex裡面的y角一定不動 打動的東西不動 那整幅圖就純粹是夾扁了 那如果畫出來的話,大概就是這個形狀 這個形狀 這個是1 這個是4 這個是4 然後中間這個是5超過2,負9 如果我再去做加4 那你就會想,如果我加4的話,左加右減 我應該是等於向左移動了4格 那我看看2x加4是甚麼回事 好了,你看回這部分 f2x加4 我增進去2x加4-5的2次 然後再抽2出來變成vertex方 然後你就會發現 我們現在的vertex是2分之1和-9 我們先不要看x加4 那只是看過vertex 已經有個位置和我們想像將我們出入 因為我們剛才一開始想 就是想加4 應該是代表向左移動4個unit 那現在的問題就是 你看到它由5超過2變成2分之1 它不是向左移動4的unit 它是向左移動2個unit 那就是剛才我們在想的 2x加4是有問題的 加4是一個 即是我們是否真的向左移動4個unit 看起來就不像是 那實際上是甚麼呢 我就在下一節再解釋給大家聽 剛才解釋了 為何不是向左移動4個unit 究竟向左移動多少個unit 原來我們說 以f2x加4這一類的transformation 即是反正打橫的compress 或者stretch 再加上打橫的translation 你要多加留意 就是你不能將兩者分開去看 而你一併考慮 即是說 你其實要抽個common vector 變成f2x加2 這樣就考慮 即是說 你要將這個transformation 拆成兩個部分 好像剛才這樣 第一件事 我首先做了一個transformation 就是f2x先 然後我再做一個transformation 是將它向左移動2格 那你就可以砌到這個f2x加4出來的了 即是說 實際上f2x加4這個transformation 實際上是兩部分來的 首先你是compress along x axis by a vector of這個二分之一 然後呢 然後呢 follow by a translation to the right sorry to the left by這個 to units 那就是這個意思 那這個就要留意 那或者你看回剛才的例子 我先不再揭回前面 用回剛才的例子 你可以揭回前面看回 剛才的例子 我們首先如果做了compress的時候 Vertex是5x2-9的 那我再做了 就向左移動2個unit 那你會發現 New Vertex 最終就會是2分之1和-9 那確實地呢 就是5 over 2去2分之1的時候 你確實是向左移動2個unit 那所以就有什麼意思 那這一隻是最特別的 所以你也其實要記住它 那就是 反正就是如果同時有horizontal 即是x axis 的compress 或者是stretch 然後同時有translation to the left or right 那你就要留意這個特殊情況 那這些特別的題目 其實我們曾經見過的 那我們舉一個實際例子 看看這條題目 那這條題目 其實是你們學校的摩卷 來的 2017-2018年度的摩卷1 那我之前派給你的 那也有同學問過為什麼呢 那我希望你看完這段影片 你現在就明白它部分B做了什麼 部分B是重點 部分A比較簡單一點 我就不說了 那說部分B 部分B就說有個功能就是 Log 27x-1 Base 3 它就聲稱可以由這個Log 9x-3 就轉出來 就是Formed by Compression 然後Followed by Translation Exactly就是剛剛講的例子 因為很多的同學 就是經常做到這個部分 就是Log 27x-1 Base 3 那就可以組成 那製造 那製造跟Gx有些關係 那製造就是這個步驟 那製造成這個步驟 那製造成這個步驟 那他們有時候就覺得 就是 它是Compressed by a A long x-axis by Factor of 1 那這部分沒有問題 那很多時候 很多同學會覺得 為什麼不是向左動 這個九 向右動 sorry 應該是向右動 為什麼不是向右動 九分之一 因為我們說左加右減 那你看到現在去減九分之一 那應該是向右動 九分之一的Unit 那這是一個很直觀的想法 但是剛剛那個黎智已經解釋了 其實我們不是這樣看的 3x-九分之一 我們不是分開做3x和減九分之一 而是要一整個這樣看 即是說 我要把它做一個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一個Key Step 這個就是Key Step 就是你要把它變成3x-27分之1 然後你直接 是要做了3x 你要做了3x 所以他就寫了 他說這部分就是 horizontal compression with a scale factor 三分之一 然後follow by translation 就不是九分之一 而應該是二十七分之一的Unit 那就是這麼簡單 這回合解釋了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其實我講了很多關於Translations of Grap 其實講到尾 他可能都是問一下 一條Pair 1,一條Pair 2 我其實只不過就是 把Solva DSE 或者以前CE問過的東西 就再講深入一點 再講多不同的類型的提應 因為其實問題就是 有時候他未必會翻炒得那麼緊要 他可能以前問過打橫打直的 他這次可能把打橫一直夾在一起問 或者把reflection的夾在一起問 就像剛才的例子一樣 希望大家看熟完影片之後 就算將來問一些 再複雜一點的Transformation 你都應該可以處理得到 希望幫到大家